白光退去,三人这一显身,就显得和其他玩家大不一样。 没见过坐牢的玩家还会这么神采飞扬的,哪怕是顾飞这样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进了牢里来也不会还笑逐颜开,倒是这三人,进来看到牢里人不少,立刻饶有兴趣地自下打量着。 牢里的人此时已经分成两派。 顾飞是忧伤派的领军人物,也是唯一的代表人物,独自坐在牢房左脚发呆,正在琢磨着要不要掀下馅。 另外的,所有人是愤愤不平派。 在牢房右边墙根下围成一团,个个都是气羞羞地瞪着顾飞,相信如果不是牢房里是安全区,此时恐怕早打起来了。 出来乍到的三人,一看这情况,就知顾飞是受排挤的一个,但问题是在游戏中素不相识的众人在牢里相处不过那么几个小时,似乎还发展不出需要刻意排斥某人的阶级矛盾。 想着,三人已经先行向人多方向靠拢,哥几个好啊。 带头一人,乐呵呵地打招呼,坐牢心情还这么好,绝对少有。 墙根下的众人也奇怪,这人的精神状态,纷纷抬头看着来人。 你们是不是被一个弓箭手通缉进来的?一名玩家出声询问?啊?没有啊,我们是自己进来的。 对方三人回答,大家都一争。 自首?这倒是比较少见,一般人如果实在想洗掉PK纸,那就邀上几个朋友帮忙去刷下任务。 真这么老实芭蕉,愿意来自首的,那可能也老实芭蕉的不会去PK了。 这三人都笑了笑,完了,指了指那边角落的顾飞。 那个人,墙根下的玩家立刻又七嘴八舌地声掏起来,开始还属于窃窃私语,逐渐地群奋激昂,声音越来越大,嘴里的乌烟惠语越来越多。 顾飞终于按捺不住,豁然从墙角里站起了身,缓缓走到了众人身前。 你想干嘛? 众人瞪着顾飞,虽然和顾飞交过手的都深知其厉害,基本都是一照面就被描,不过眼下是在安全区,顾飞再猛也不能把众人怎么样,大家的胆都还是很肥的。 说归说,话不要讲太难听,注意素质。 顾飞站直了身,举高临下地教训蹲在墙角说脏话的众人。 操,你管得着吗你? 众人举着脖子回应,顾飞哭笑不得,你说别人我管不着,你不再说我吗? 其实,咱们应该一起谴责那个宫殿手,我也是被那家伙暗算的,和你们同病相连呢。 这话一出,顿时有一多半人有所感触,他们是被御天神明送进牢里来的,眼前这个法师就算也做过通缉任务,却和他们也没啥关系。 相反,从被御天神明送进牢这一节来说,他和他们的确他应该是同一战线的。 毕竟,近来两天都是御天神明主力忙活这门生意,老李的客户总体上是以御天神明的为多。 此时,顾飞的客户一看着大部分人被顾飞说得有了想法,连忙出声阻拦。 别上当,他们两个肯定是一伙的。 在顾飞的率领下,众人拿着看待白痴的目光注视着这人,连新来的三个都在旁帮腔,一伙的,一伙的往牢里送啊。 这谁知道,肯定有什么原因,那人囊囊。 众人对其嗤之以鼻,顾飞心下叹息,要不怎么有句话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呢? 说起来啊,你们看到那弓箭手什么样了吗? 我被那小子从背后偷袭的,看得不是太轻。 顾飞拿御天神明开刀,企图彻底调转众人的注意力。 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众人开始七嘴八舌的谈论御天神明。 不出顾飞所料,以御天神明弓箭手的战斗风格,他这客户有一半连人眼都没见着,就被送来了。 余下的也没能拿到近身的机会,远远的就被御天神明偷袭捕射拿下,居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清楚看清御天神明的样貌。 哎呀,真是太卑鄙,太无耻了,众人纷纷强力谴责。 是啊是啊,顾飞一边附和一边暗笑,自己那几个客户此时都插不上话,垂头丧气的蹲在一边,狠狠的望着顾飞。 顾飞也懒得理会他们,目光转向新来的三人。 老李光线昏暗,不到一定距离这人是看不清楚的,不想一看之下,立刻一争,脱口而出。 银月? 三人中,左手那位,不是越野城前程行会的会长银月还能是谁啊? 三人原本就在微笑着打量顾飞。 很显然,他们对顾飞更感兴趣一些。 这一屋子人,全是PK后被送入牢里的失败者。 不同的是,顾飞还是PK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的家伙。 从敢于做通缉任务这点上来说,顾飞是个人才。 至于,他也被打败送进牢里,三人也听得清楚。 他是被弓箭手偷袭了吗? 弓箭手PK法师本就占优,况且还被偷袭,这倒不能说明顾飞有多烂。 不过,三人怎么也没想到,这家伙突然转头看清三人后,立刻就叫出了银月的名字。 你是? 银月疑惑,身为一会之长,认识他的人自然是极多的。 但问题,那应该是在越野城,而这里是云端城,不应该有人这么脱口就喊出他的名字。 顾飞这时候,也已经收拾好了心情一脸的淡定。 我去过越野城,听说过你,也见过你。 哦,对方三人都露出释然的表情,银月心下还在笑得意。 这实在说明咱当初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 人家外地来的都把咱当个人物一样瞻仰,而且过目不忘能达到一眼认出的地步。 一边陶醉着,一边对顾飞的好感也加深了几分。 这兄弟啊,刚想问顾飞名字,却发现对方已经不见。 再低头,看到顾飞已经蹲下身和那帮银月眼中被人PK的垃圾热鄙视他们口中的卑鄙弓箭手去了。 银月有些茫然,这人对这帮平民的兴趣,咋对自己这个大人物还要大呢? 想着,银月也蹲入了人群,对众人说, 诸位,这个欺负你们的弓箭手叫什么名字? 咱们在这儿相遇,也是一场缘分。 出去了,我给你们报仇。 说着,还朝顾飞挤了个笑脸。 笑你麻痹啊,看不出老子不想搭理你吗? 顾飞心下想着,朝旁挪了半步,好似蹲毛坑时,有人非要挤着和你一起,你想那多恶心呢? 银月又误会了顾飞的心思,以为顾飞是怕挤着他,好心给他让点位置,顿时更开心了,一脸深情地望着大家,等着众人给他的答复。 你谁啊?有人突然大煞风景地冒了这么一句,顾飞当时就喷了。 众人诧异地望着他,没怎么理解顾飞在笑什么,顾飞也连忙缓了缓时,替大家介绍银月。 银月,是月夜城的,前程行会,听过没有? 哦,众人发出统一的吟唱。 银月这个名字的曝光度,甚至不下当初的连侃不肖八字的近战法师27149。 只不过,近战法师神秘的是他的身份,而银月神秘的则是他的装备。 月夜城长期的大规模帮战,早就蔓延到了论坛上了,双方一边进行骂战,一边就是大肆研究讨论银月的装备。 据传,这家伙有一把剑,剑上附加着一个技能,可以帮几方成员集体注射鸡血,变得个个生猛飞肠。 而这个技能的名字,传说是叫做满城近代黄金甲。 这话题啊,也费吵了很久,一直到后来前程行会被人全面干倒,银月的剑到底有多牛逼,已经失去意识,才逐渐消停下来。 之后,也再没见过银月的什么大动静,有消息称,鸭儿已经跑路了。 现在看来情况属实,不然大家怎么会在云端城的地牢里看到他? 众人这一声哦,真是经久不息,哦完之后也把思路理得差不多了,银月对这声哦看起来也很得意,好像是他把大家一起推向了高潮似的。 大功告成的银月,剧得意满地望着众人。 众人带着笑回望,心中军响,卧槽,一只丧牙之犬,眼神还他妈这么歪歪。 虽然是败君之将,但银月现在依然还是一个高手,所以才会这么自我感觉良好。 只可惜并没有谁规定说高手就不能被鄙视,银月现在就是一个被鄙视的高手。 众人看着他那一身颇具华丽外表的装备,禁不住叹息,这家伙穿得到还真是风骚。 银月此时,不知众人想法,还哪儿说呢? 我现在新成立了一个佣兵团,几位需要报仇吗? 我想我可以帮上忙,大家相识一场,就不收各位费用了。 众人一听,有人愿意出头去当白尔郎,还是免费,哪有不乐意的,立刻纷纷向银月提供他们所掌握的御天神明的情况。 顾飞在一边听着,时不时插口补充一下,最终的御天神明被大家描述成身高体胖油头粉面,走路脚跟不着地,目光里为所思议。 如果这样,银月还真能找上御天神明,顾飞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那就是天意,上天安排的最大。 御天神明,你就束手就腹吧。 讨论得正热烈,那边一直被冷落的顾飞的几个客户,冷不丁来了一句。 银月老大,那么我们几个的仇,你是不是也可以帮着抱一下啊? 当银月刚要顺势说当然,突然反应过来了。 这几个家伙的仇人,那不就是指顾飞吗? 这个一眼就认出银月的法师,银月还是颇有好感的。 于是这一声当就含在嘴里,没燃出来。 莫了一副室外高人的模样。 大家劳里相聚一场都是缘分,这个这个实在不好意思下手啊。 说完,又朝顾飞笑了笑,拉拢顾飞的心情已经昭然若揭。 那几人鼻子里哼哼,也没再说什么。 银月立刻觉得通过这一截自己和顾飞的关系又近了,舔着脸凑过来问。 兄弟,叫什么名字? 千里一醉,顾飞说。 你什么时候去的越野城? 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银月问,很早了,你是大人物吗?见了我也不会记得。 顾飞嘴上这么说,心中嘀咕,手下败将,何足倒在,哥哥砍过你两次了,你知道不? 银月点了点头,继续说。 啊,是这样,我现在过来云端场玩了,这次准备发展一个佣兵团,兄弟,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团呢? 哦,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团了。 顾飞说。 哦,哪个佣兵团? 银月说。 我们的傻逼团长不让对外随便说,说要保持神秘感。 顾飞说。 公子精英团是促成前陈行会倒闭的始作俑者。 顾飞也不知道银月了解这事的始末了没有,但从精英团本身来说也是很容易暴露的。 因为团里有含着公子和见鬼这两个极品。 顾飞记得,月夜城一战的时候,这帮家伙都没有蒙脸。 至于称含着公子为傻逼,只是一种简单的心情宣泄。 一想到那家伙,顾飞就下意识地想给他加个定语。 不过银月却误会了。 傻逼团长的称谓,让他觉得顾飞对这佣兵团心怀不满,当下也略有些愤愤不平的语气感慨。 还有这规矩啊,真是奇怪啊。 顾飞笑了笑,却没接他的话。 两人的谈话顿时没法继续下去了。 那边,一个御天神明的客户凑过来说。 银月老大,你多少急啊,我们都鉴定不出呢。 银月得意地笑了笑,四十几。 顾飞听了一惊,连忙也对银月抛了个鉴定术过去。 果然,显示鉴定失败。 虽然顾飞的鉴定术水平不怎么高,但也就是在鉴定装备之类的时候有些卡壳。 鉴定个职业等级一类的基本属性还是没问题的。 鉴定失败,只能意味着银月的等级比他要高。 正如他说的,四十级。 经历过月夜那样一场PK大战的风雨,居然还能保持这么高的等级,众人禁不住都对他有点刮目相看了。 但顾飞,却知冤没有这么简单。 没聚过月夜城的玩家是体会不到那边两大势力之间的仇怨的。 前尘被打倒,茫茫的茫茫被踩的一个月等级还在三十,这银月是怎么冲到四十级的? 难道云中木那帮家伙会对他有爱不成? 想至此,顾飞也禁不住问了句。 对了,我记得你还有个老婆,名字挺长的来着。 他呀,别提了。 银月一脸的晦气,怎么? 顾飞问。 轰颜祸水,轰颜祸水呀。 不想再说了。 银月连连摆手,但不知为何他说话的音量似乎有些高。 高到不止顾飞一人听见。 坐牢那是十分枯燥的事儿。 一听这边似乎有故事,所有人都凑了过来,缠着要银月给说道说道。 银月一副很不行愿,却又耐不住众人纠缠的样子。 凡然常叹说,那女人哪,认识的时候挺好的,一起游戏,一起创建前厂行会,一起发展成月夜成第一。 谁知道,这之后就渐渐开始变了。 跟着行会里,一些人品不怎么样的家伙嚣张跋扈,到处惹是生非。 你们说,别人我还可以多说几句,或者提出行会。 他,我怎么弄? 还不是得跟在他后面给他收拾烂摊子? 就这样,也没忙活过来。 最后还是把月夜成的玩家全都得罪光了。 再然后,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样子了。 哎呀,红烟祸水,红烟祸水呀。 众人纷纷感慨。 古妃不懂声色,又问了句,那他现在呢? 前尘一倒,他就不知去向了,发消息也不回,谁知道呢? 银月苦笑。 无情无义,无情无义,众人纷纷说。 银月不言喻了,一口长叹。 引得众人纷纷过来表示安慰,顾飞却在一旁冷着脸,无动于衷。 对于陌生的云端城玩家,银月的说辞是足够忽悠了。 可是,作为前尘倒闭的直接导火索顾飞,却轻易可以分辨出谁真谁假。 茫茫的茫茫,嚣张跋扈不假。 不过,这种痞性在月夜城随处可见, 仿佛就是他们的主城文化一般。 银月把前尘行会不受人待见的原因推到茫茫的茫茫和几个人品不怎么样的人身上, 显然是在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可事实上,顾飞见过的前尘成员没有一个不嚣张的,而银月自己好像是个和谐分子,可顾飞记得自己出到月夜城领道的通缉榜上PK值最高的家伙,不巧就是他。 就说眼下,银月一身光香四十的等级坐牢都坐得满面春风, 外面的茫茫的茫茫却是被人随遇随杀, 刚刚还差点被人乱棍打死。 茫茫的茫茫或许会是祸水之一, 不过真正无情无义的,怎么看也是银月。 笔诗,道不尽的笔诗。